D100 羅家聰 60分鐘驚人論 5月27號 我們又來60分鐘 今天就講個事 第二部分就是講一下自己對疫情的研究 因為上次做完有些計量經濟學的介紹 有人有些好的反應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這樣的反應 不過我不管這個節目 我講了我喜歡講的 我講一點試試 看看大家吃不下 吃得下的話 下次吃不下就減 第一部分就講到市場 首先講到貨幣和加密幣 去到第三頁 第三頁其實這個是比特幣 我講了很多次 其實這些東西沒有什麼基本因素 一種貨幣的基本因素就是有人用 就是基本因素 沒有人用的話 就是基本因素 就不是呈現在內容交易的部分 只不過大家覺得它可以補值 升到值 所以每個人都去搶 但是這個我也是講 這個預期不穩陣的 因為它不是真的有Enfinic value 它的內容價值是另的 內容價值是一種文碼 沒有內容價值的話 大家搶的話它多貴都可以 大家不要的話可以零 所以其實就在沒有基本因素分析之下 比較難用它估值的 說不定它有些新的估值的模特兒 出來了也未頂 但是起碼現在就 就沒看到怎樣去去估一個內容值 就像黃金來計 比如說你開採黃金也有成本的 那你現在是不是加密幣 就是開採成本呢 但是你開採成本一直隨著你那個 開採那個時間 那個時印堂 比如說10年前開採 就像現在開採這樣 現在是難很多的 就是你所用電量等等 那些都是不同了 所以你的成本不是time fixed 而是time varying的 那你一邊變的時候 也都很難在一個成本變化那裡 你要計算它的一個所謂成本價出來 那現在很多 就是你現在交易的貨幣是開採出來的 開採出來 那它過去10年11年到的平均成本幾多 我們都很難去說 那這個基本因素不在這裡的時候 唯一一個估計的方法 其實板斧都出過了 大家都不是沒見過 都做過很多次 不過有時候 這個畫完給你看 就爽點 不然你自己畫 自己畫都不是難的 就是 你如果有這樣的信眾要求的話 在這個職場表演一次給你看 但是 我不知道這100能不能做到 他們是要畫一組給你 其實是不難做的 不過呢 你如果要做到那個scale 是比較漂亮的 或者那個效果比較好的 那始終在機按出來就爽點 那這個在機按出來 你看到就 然後 我不適合那個train很遠 因爲很遠很長那個 就説過了 就是一個曲線的通道 以最近 譬如說 適合到值那段時間 就說這幾年 這幾年其實都 一直多玩家玩 這樣 17年左右 到現在這樣 事實上17年到現在 就是 有些資產其實都 很遠 也很遠 反應也不太好 可能 那些新興的資產 就會拿到一些share 你看到那個 整體的趨勢 都是趨向上 但是 如果用17年的通道看 現在就已經是 建了頂下來了 其實就 寬一點的角度看 如果譬如說這一下剷不上去 其實都是這樣 意思就是你見以前的 譬如說攝通道頂 譬如1、7那次 如果你把那個通道向遠古延伸 其實每一次它攝通道頂都是一次過的 就不會說攝完又有所謂再攝過 就是比較少的情況發生 現在你看到這個情況它攝通道頂 按照什麼道理呢 按照以前的模式 就應該是由通道頂一路退回通道底 所以其實比特幣都可以有一個比較淡的看法 淡的看法就是它一個大週期 因為2017年就剛剛四年前 你知道四年它就將那個新開發量減半 四年一次的見證如果真的已經出現了 以現在這個通道計 它按照以前的模式就落回通道底 通道底當然它不是馬上到的 因為你現在看到它闊的通道 它都是由正義的標準差 就是綠色綠線就落回正一左右 就灰色那條 但是以過往的模式 不止這個幣 其他那些資產價格的模式都是類似的 通常回到通道中途 就是紅色那個位置 這樣就浮了 但是當然了 你的價格一路下來的時候 那個通道一路都會 就是你一路一路延伸那個通道的時候 都是會浴的 這樣就落回到紅色那裡 紅色那裡已經是兩萬多了 你對那邊的觀看一次 那否則之後 其實它最終它都會再坐下去 坐下去負一或者負二的差 甚至穿上去 就是負一點多到負二的差 就是灰和綠之間的線 或者綠色再低一點 那如果你把通道一路 比如說向未來延伸 因為它跌了要時間的 那你可能如果真的整個大星周期見了的話 現在就走回一個 所謂周期性的熊市 就是每四年一上落的 的落那部分 就都一萬那頭的 那一萬就剛剛是 就是如果圖看不看 就是去年九月左右那個列口位 就是由那個位去爆上去 你記得去年九月之前 那個格局都是上落的 九月開始就爆上去 那你爆上去其實就是 從哪裏開始就回到哪裏 那其實這個是比較淡的看法 比較好的看法就是 短那條 短那條就是說 其實現在都是按照去年 三月左右那個聲勢 繼續有一個延續 那怎麼說呢 那條通道就是 你現在這幅圖看到 右手邊窄一點斜一點那條 原則上都可以的 因為它穿了那個通道底 就是像負二的標準衣服 綠色那裏 所以它扔到負三也穿了 如果是一個玉環底的話 但是它是抽上去 屈曲上去那個通道底那裏的 那如果它可以繼續按照這個通道的速度上去 那我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保留這個看法了 就是看一下哪一個趨勢是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那現在是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 就是如果它 它短時間內急上回去 它咬到回去上去那條 相當斜的那條短的通道的話 那它是可以 一個比較好的看法可以上去 但是我個人覺得 就是如果我的感覺 就寬一點那條 就是比較淡的看法 那個可能性會高一點 就是如果純粹看圖的表現的話 因為事實上你的加拿幣 都由高位下來 都多一輪都不是加拿幣 即是說六萬多的時候 現在看來是四月左右的事 即是四月到現在五月 那你拆完倉 即是19號那天 佛大那天拆倉 拆得很厲害 那拆完之後 其實現在都沒有很短時間來 咬得上去那個通道底 因為現在通道底 你眨眼望都四、五萬個頭 即是差不多五萬個頭 因為它站不上去那些位置 一來三萬多 就變成一個 那個社會令人懷疑 還行不行 那當然 你一直那個 即是價格還要低的時候 那條短的通道都會越來越拼 但是 終於有一天 如果你偏離太遠 譬如說三、四個 都有了 即是整個通道已經壞了 那就不行了 那我還給了 那兩幅 即是所謂拼圖給你看一下 就請去第四頁 第四頁就是這個 淡的看法 即是對比剛才的 這個就是拿金和比特幣比 這個比較 即是我也以前在報紙寫過的 很久以前的 這個 都合理的 所謂合理的 意思就是 始終 現在那個比特幣 都被人 即是 officially label 一個數碼黃金 那 其實就 功能上都是 都是似的 因為黃金都不是拿來交易 大家買東西都不會拿黃金 所以主要都是 都是保值 黃金就是一個 即是所謂抗衡 嚴省任人的紙幣 的一個其中一個資產 那比特幣是 01 新起的 那 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結果就是 都是被政府打壓的 黃金也是試過有一段時間 即是 政府不是說 打壓黃金市場 不然他 他不 有一段商場的時間 他不讓你自己 撐金 美國已經是這樣 那就相當重的干預 即是至少他自己要坐座 他要拿著最大的份量 那 很多政府都是這樣 你見 即是現在最主要的持金者 都是 都是央行 都是那些大的國家 那 那 比特幣這件事 就因為已經 已經下了市場 你說政府 現在 才插手 你說 我要做 做 持最大份 這個比較困難 這個我相信 即是 你也很難說 私藏犯犯 麻煩你拿了比特幣 即是現在跟政府兌換 即是 他現在都不是這樣 也都沒有人理會 即是 你不是各個國家這樣 即是 即大陸那些當然想 即是 你最好是 拿上繞給他 好像美金 但現在不是 你 你如果離岸出去了 他不會迫你 威脅你 拿出來 所以 他威脅不了你 他就是打壓你 那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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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點像 現在這個 即是 即是 八幾年代初 那時候 見了頂 然後上去的那個格局 整個格局 長線點看 就是一個上樓格局 就不是說 即是 你看到圖 現在都是偏淡的 偏淡就是一輪 之後又偏好 這樣 那 不是特別淡 但不是特別好 那 下一張就是 第五版 第五版這個 就是 是 比較好的看法 但比較好的看法 就是 好像對比剛才那段短的 對數通道 這樣看 但這個好的看法 其實都不是說 很遠的 即是 整個款都是 當有比朗 當有 後期 那麼夾多一夾 就 八月而已 那如果你把這個圖 你 imagine 按個軌跡上 你放回剛才第一幅 給你看那幅 對數通道那裏 那裏 那就對比什麼呢 就是對比那個 對數通道的 穿頂 穿頂 穿可能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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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這樣 升到正三 或者高一點的 那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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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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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裏 如果你倒是有的話,你就放少許下去試試 其實很多人的心態都是放少許下去,有摩扒,輸光都無所謂的那些就可以了 第六頁就是以太幣,以太幣就是第二大的加密幣 但是那個通道就更好一點,更好一點的意思就是 由去年說起那個,就還有一些空間去口 當然這個不是很公平的,是比較的 因為以太幣的歷史是短的,都是幾年的 數字都是拿到2014、15左右 之前就橫不了條例比較長線的通道 短線來說,它正在掘起,搶起一個新的市場 這個有條件可以看回好一點 但是坦白說,你都要看這些圖的方法 就是你都要想一想它的運動,就是那個運動 比如說它在這個通道上,其實它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中軸 有些時間可能在底部就維持一段時間 上到頂部維持一段時間 那會不會現在其實由頂那裏,落回去 在底部維持一段時間,其實都可能 所以我的戰爪是一個理想局面的看法 但是其實它有一個可能就是說 它在一個通道,由一個偏高的位置 移回偏低的位置 可能是2000多,3000多那裏 它都是上的,但是如果你移回到通道底的時候 它又不是很office,是一個急升 似乎是一個橫行格多一點 因為現在都是二、三千那些水平而已 那你可能是二、三千那裏 否斷時間,然後才爆上去 變成那個戰爪指上去,就不是馬上指上去 就是退後了指上去 你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再迫近那些通道的底部 譬如說,好像去年下半,第四季的時候 如果你的圖片在中間那些位置 約會是10月、11月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通道底的,一段相長的時間 當然,如果當時說是fideochannel的話 它又不是在底部的,就是沒有那麼低的 因為當時還沒有上去的那些東西 那整個通道應該會低一些 所以當時來說,它可能是一個通道 都是一個中間、上下的水平 那如果你長期處於一個中間的水平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博一博的 就是,起碼它掉了也有限 起碼它,意思是 它最多是由通道的中間移到通道底 但是整個通道都向上的 就是你肯坐的話,其實給點時間 通道一路向上退的時候,它都是會升的 所以這些叫升市 升市裡面買東西 當然也有買貴買便宜的分別 但是其實你買貴買便宜也好 如果它正在升的話 其實那個風險就相對低一點的 下一個就是 第七項 這個就是將那個 以太幣和比特幣 其實就是 那個款式是似 退了 四年、五年 四年一、四年一、四年一 其實你有一些幣都可以這樣退 比如說99幣,99幣就更加似 就是比那幣開檔初期 十年前,同十年前去似 不過99幣就太過 那些幣是賭博性甚不重 賭博性甚不重 當然你喜歡賭你可以賭 但是我喜歡說我的事 我不是太喜歡說那些 那些東西可以分析的成分不高 我不是太喜歡花太多比例的時間 時間比例說那些東西 所以就回到這個 這個蜜蜜市場其實是無起的 現在很多正規那些大企 大銀行都在玩的 大家都進去的時候 它是一個慢慢承認的市場 就是你應該是 但是如果是市場參與者 放一些一定比例的錢 放一些進去 或者放一些進去 或者放一些進去 都是合理的 但是合理得來 你都選一些龍頭 選一些大的 就安全一點找人 我的心態是這樣 那麼 如果你以太幣是一個 即是致後 比特幣大概可以四年 一格左右 即是四年減不到 那麼其實現在這幅圖 都是有一個可以看上的 一個潛力 那麼對比剛才的對數通道 如果剛才那個 我不是拿個箭咀指上去 即一指就指到七八千個通道頂 但是以現在這個看 就狼很多的 狼死很多 但是它這樣升的話 那個速度就是 Exponential 那麼當然你不要抽情我 現在是二千 或者是一萬 十萬 100萬 但是其實按過往比特幣的 那個上升的模式 是這樣的 那你這樣的時候 你就是 照圖看 你看看 有就繼續 沒有就算數 這些都是 都是那句 你都不會分身的 那麼 就是當買一些 所謂 什麼 相當out of money 的option 就是 薄一薄而已 是嗎 你一會兒 你一會兒裝上來 那就是發財了 下一張 下一張就是這個 轉一轉 就是 講講那個 最近的股市 似乎都是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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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不是說大跌 但是 你說upside 來講 就未必太多 空間上 那麼 這個我撿了一個道指出來講 道指 其實如果我看一幅圖 都是六月上巡 都差不多 其實行指都有 差不多的圖可以 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結果 意思是 就是現在 已經越下巡 你還有約摸 兩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不到 兩個星期內 其實東西可能差不多 差不多到頂 就要回一回 所以 現在的市場 我想是 在等於一些東西 醞釀 醞釀一些藉口 醞釀一些藉口